通常的话 我们出门如果是超过30度以上的气温 我会给他穿一个降温的衣服 这个衣服的话就是通过把它打湿之后 在外面水分蒸发会带走热量 那么它就不会那么的热 尤其是因为这个衣服给他的肚子这一块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降温效果 我们买的这个价差不多要500多块钱 对 也有便宜的 但是因为我看了一些评价说这款是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如果我能够给他买到最好的产品 那么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 可以度过夏天 我觉得是从去年 去年的夏天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就已经突然非常非常热 然后热的时间超过40度的天气其实蛮多的 那手机上超过40度它也会写说体感温度 体感温度就已经45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准备的 不知道上海的夏天可以这么热 所以今年我就提前会做一些准备 然后也的确感受到今年也特别闷热 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7点之前就6 然后晚上的话就留的时间比较长 他们在晚上有足够的放松的时间 把中间的工作均匀 短鼻子去 我刚没讲到这些 谁需要多注意呢 那么他们的症状有可能从一开始的大喘气 心率加快还有呼吸加快 到最后他们严重到神经的损伤 脑部陷伤 癫痫 50%到56%的宠物 有可能会因为中暑而死亡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现象 他们就能够理解决了 所以我们的结局 这个是很严重的 然后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还有颜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